南岛管政府委员叫 市町北教育申明会 上市来申明盆汤油夾杂的状况 经济食品由无关理数通报 高兴市共管企业公司 消息传统香蹄油中盘胸名赛 将对管来在名堂中的三间盘胸进行夾杂 在今年三月份到八月之间 今茂丰是进15公斤200汤 现在存10汤 黄林食品是有15公斤200空九汤 已经没扣准 新同烘焙压45公斤41汤 现在存13汤 总结是烘焙15公斤23汤的传统香蹄油 当时也将对盘胸的名赛 既然下油高拼产印顶点几45汤 那另外有少部分的烘焙业者 也就是我们高兵业者 有使用到全桶香煮油的部分 那我们也请业者 就他所使用的该批的产品的部分 请他们主动 我们要求他下架 而且我们的封存 另外 冠来陆国公司 也超过向黄林食品 为三月份开始 总共买15公斤 替烫产的传统香蹄油78汤 主要用来製作的三种三品 玉米浓汤 蘑菇酱 蘑菇酱 玉米浓汤 官府卫生局也在金铁里进行红准 当时要求陆国公司提供金销商名赛 以合作三品下架 那后续将会进行销毁的作为 那另外我们也要求一国公司提供他们的通路商 那我们也会彙整这些资料 也会透过卫生福利部的一个系统 把这些资料传送给各县市政府卫生局 有关好好餐厂 经过官府交友处清查结果 管来184县中学校 都没法显示用传统香蹄油 当时为了保障民众吃的安全 官府卫生局也将当各大县市 进行专案挟责以及乎得 如果是民众有联合 使用卫生安全的问题 也都能够加卫生局逅步转刷 控诉求2231994 记者说有开采红报道